阿諾哈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好又回到我們苗咪大戰爭時間啦 好的 那費盡千辛萬苦好不好 哲平終於把我們的那個陳羽龍的角色 所有的進階都直接刷到了 那基本上哲平就只有我們最後一隻藍胖胖有 開我們的那個寶箱喔 其他都是憑著好不好 體力的燒 一隻燒 那基本上那幾關會比較好的原因是因為 體力都還滿少的 所以基本上都打到了喔 那不過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先不用我們的進化版本 我們就先用一下我們的那個沒有進化版本的樣子 來去打一下我們的陳羽龍 陳羽龍喔 那等到這個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再開我們的進化版本出來喔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要為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一次的活動的最後一個關卡 陳羽龍VS陳羽龍 那陳羽龍VS陳羽龍的關卡非常有趣喔 就是你只能用陳羽龍的角色來打我們陳羽龍的關卡啦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就先來調配一下我們的隊伍囉 那基本上這個關卡的話呢 總共是有我們的五個關卡喔 那基本上 這邊也是有滿多獎勵可以拿的啦 那基本上就是要用陳羽龍的隊伍來打 那這邊的話初級條件的話 就是只能用陳羽龍的合作角色啦 那我們就先來編排一下隊伍喔 那還滿多人建議哲平就是第一排就是放一些攻擊型聯組啦 不過這邊的話 哲平應該是先把我們所有的那個 陳羽龍的角色都帶上場喔 看一下能夠打到第幾關喔 那如果真的還沒辦法打贏的話 我們就把自己的角色變成我們的三階進化喔 因為還滿多人說這個關卡好像還滿難的 那我們就來打一下看一下是有什麼難度之類的 也可以順便來認識一下我們陳羽龍的角色 到底有哪些性能喔 我覺得應該還不錯喔 那第二關卡是侵略的騎士團出擊 Let's go 好 那依照哲平認知的話 我覺得75塊的這隻應該就是我們的 一般的那個小兵 哈哈哈哈哈 這邊的話呢 他是拿了掃把 然後再拿了小熊熊喔 騎兵這邊跑的還滿快的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覺得搞不好其實也沒有這麼難喔 這邊的話騎兵砍了一下 欸 是還沒辦法把劍士給砍掉 要砍兩下欸 感覺是滿難的 不過這邊的話 除了我們骷髏的龍騎士之後呢 應該也會不錯喔 那看一下碰打之後會出什麼敵人 目前來說的話他們這邊都是一階的形態啊 所以應該是還好 我們這邊是二階的 不可能打不贏你們好不好 好 這邊爬的血量是八千 碰塔之後呢 直接出現我們的棒棒男阿修羅喔 那是還沒進化版本的 那這邊的話我們後面派一隻 他進化版本來跟他打打看喔 來來來來 看是武士到厲害還是棒棒比較厲害喔 不過我覺得應該還沒打到他 他們就直接被那個龍騎士給K死了 OK 沒問題 這邊的話直接取了這關的勝利喔 所以侵略騎士團的話 初級感覺是沒有這麼難啦 所以應該是還好喔 這邊的話取得我們寶物雷達 好 再來是看我們第二關 侵略騎士團上級 Let's go 所以這一整個系列的關卡的名字 都叫做侵略騎士團了 我這關的那個陣線也太 太長了吧 整個讓我都驚呆了 這個是超長欸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先升點錢包好了 然後升完錢包之後呢 待會我們就先叫我們的貓貓咪出來 我覺得貓貓咪二階的話 長得也還滿可愛的欸 說真的 欸 是真的有比較可愛一點點啊 我比較不太喜歡他一階的樣子 他二階的話其實長得還算滿可愛的 好 這邊的話貓貓一趴 也是沒辦法把騎士可以打死欸 所以其實我感覺他們還滿強的喔 這邊的話先派一下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熱氣球好了 感覺熱氣球就是一隻慢速遠攻距離角色喔 然後再派我們阿修羅 那這邊的話小兵就是來扛一下傷害的吧 然後這邊的話對面也是派出我們熱氣球喔 不過我們這邊的話熱氣球是已經進階了 來看一下 是你一般的熱氣球比較強 還是我海盜的熱氣球比較強喔 應該是我比較厲害 而且這邊的話我們的小敵人 被打到一定的傷害的時候 好像還有越戰越勇的姿態欸 其實還滿厲害的說真的喔 好 這邊的話呢我們就看一下 熱氣球的隊兵喔 那這邊的話再出一隻我們的那個貓女 其實貓女的價錢算是還滿便宜的啦 這邊的話價錢比較高的就是我們藍胖胖喔 感覺藍胖胖就是一隻大王的感覺 OK 那這邊的話呢過一段時間會出現 我們的橘色的飛龍龍騎士喔 那這關的話 王大概就是我們龍騎士再加上我們的那個飛船了 那這邊的話應該是可以交給我們的飛船 再加上我們後面的一隻角色打死喔 這邊的話我們阿修羅拿武士刀 就是不一樣好不好 看是棒棒比較厲害 喔 剛剛講完他就被騎馬士兵給打死了 那這邊的話 哇塞 我們這邊二階的藍胖胖是直接拿鐵錘出來 我覺得應該是沒人可以抵得了這個鐵錘的攻擊啦 不過這邊的話呢 漂浮的這個熱氣球跟我們的那個漂浮的飛龍 其實還算是滿厲害喔 哇塞 我的進化過後的那個熱氣球居然被他們給打趴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 感覺不太妙喔 那這邊的話比較厲害的感覺就是這隻飛龍喔 看一下能不能用藍胖胖給解決掉 感覺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的那個輸出大概只能交給我們藍胖喔 藍胖解決之後呢 應該是可以再出一隻藍胖喔 就盡量的疊多一點藍胖吧 我覺得 所以我們打的方法就是疊多一點藍胖到後面 然後疊更多之後呢就直接去碰台 應該就會比較輕鬆一點點了 我覺得這個飛龍好像也是滿悍的耶 雖然我們這邊的整體等級都是20等啦 不過我覺得我們都已經進階了 怎麼可能會輸這麼多啊 感覺這個侵略騎士團真的滿恐怖的 而且我們連碰塔都還沒碰塔耶 所以不太知道碰塔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不過剛剛過一段時間是出現我們龍騎士啦 所以應該是沒事喔 這邊果然是沒事喔 取得這關的勝利啦喔 好 再來看一下我們第三關喔 侵略騎士團鬼級耶 所以現在還有多一個新級叫做鬼級喔 這應該要的鬼級應該是我們成語龍裡面的等級啦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 哇 一開始就來了我們龍騎士喔 這還算是滿可怕的 我們先存點錢好了喔 這邊的話我們就龍騎士隊拼好了啦 但是骷髏龍比較強還是我們橘色龍啦 來啦 我告訴你我可是你的二階耶 你給我小心一點 呃 他打我一下我是直接KB了 我覺得這邊好像不太安穩 這邊再拍多一點貓貓來幫他們好了 這關的話一開始就出現我們龍騎士 我覺得這邊龍騎士怎麼好像補片來說 比較強一點點啦 喔 這邊藍胖也出現了耶 看來真的需要存一點錢了我覺得這邊 待會應該先存一個2200塊 先叫一隻我們的藍胖出來 不然這邊的話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先叫一下小兵 覺得先出一隻藍胖的話 應該會比較穩定一點點 好 這邊交給我們藍胖來打喔 這邊我們的龍騎士是不是感覺沒有 沒有在幹什麼大事啊 感覺好像真的是有點貧弱耶 這邊對面的龍騎士好像真的就是比較猛一點點 不過這邊的話我們是叫出我們藍胖啦 盔甲就是不一樣了 怎麼可能會打輸你這個藍胖呢 你又沒等級 OK 這邊的話是順利的擊飛一隻我們龍騎士喔 可是我們龍騎士根本就被打到 哇塞 我們藍胖被打飛了 這邊可能會比較危險一點點喔 難道真的要用三階才可以打得贏嗎 不可能 我不信 我們是二階 怎麼可能會輸你們 OK 這邊的話應該是可以再存一波經濟喔 應該沒問題 只剩下這隻藍胖了 藍胖 VS 藍胖 哇塞 藍胖一拳就直接把我們的那個龍騎士全部K爆了 爆發我們藍胖喔 所以這邊的話可能就是比較棘手一點點 出一下我們貓女好了 往後面更多的我們的那個龍騎士出現了 我覺得這罐的話感覺要花超多時間的耶 因為 覺得我們等級不夠的話 只能就是慢慢跟他們耗了 然後目前來說的話是可以用藍胖戰術 就是用我們一大堆小兵來保護我們藍胖喔 好藍胖被捶爆了 我看可能要沒忘了 哈哈哈 OK 那這邊的話就是一波接著一波啊 就是先把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 對面的那個橘色飛龍群打完之後 龍騎士打完之後呢 就是只剩藍胖一隻喔 那基本上目前來說好像是沒有再出下一波了 所以應該只會出了兩波 所以只要用我們藍胖跟我們一些小兵撐住的話就沒問題 那基本上只要派出我們的那個一般的騎士兵啊 再加上我們龍騎士就可以扛住傷害了 所以就是慢慢磨啦 我覺得如果你還沒辦法刷到一些三階角色 或是你XP不夠的話 基本上是可以有20等的角色然後慢慢磨的喔 基本上是可以磨的掉喔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們的阿修羅是可以抵擋住藍胖一次攻擊喔 所以我這邊的話就派阿修羅來打他 沒問題這邊是順利被我們阿修羅給砍死 應該就可以順利拿下這關的勝利啦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如果要清我們的那個龍騎士的話 其實大家是可以疊我們的藍胖來清 那清到最後如果沒有龍騎士的話 是可以用阿修羅來砍我們藍胖喔 因為阿修羅的話好像是可以擋住我們藍胖一下攻擊啦 所以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呢 清完兩波的龍騎士之後呢 就不會再出龍騎士喔 所以第三關的軌跡來說的話 就有點那麼的麻煩了 所以接下來還有兩關的話 可能不知道撐不撐得住喔 那盡可能就是來撐住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們再開一下我們的那個開眼來打打看囉 好 再來是我們第四關 侵略的騎士團神級 Let's go 那我覺得其實鬼級就真的有點麻煩一點點了 所以神級的話呢 嗯 就看看情況了喔 趕不然一開始就爆炸了OK 這邊對面的話是出現我們一般的劍士喔 那我覺得一樣還是可以先疊一隻藍胖出來喔 我覺得這整體輸出來說的話 大概就是藍胖跟阿修羅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點OK 這邊的話兩千兩百五十塊的時候 先出一隻藍胖喔 然後用我們一般的敵人 一般的角色來擋住他們的傷害喔 這邊的話呢 對面是出現了小喵咪 那小喵咪的話呢 目前來說的話感覺好像還不知道他的那個 還不知道他到底會強化的多強喔 不過這邊的話 會瘋狂一直出小貓咪的感覺 那看一下藍胖是否能夠幾下 就把我們小貓咪給打死 不然其實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哇塞 這小貓咪好像 怎麼好像有點怪怪的阿 這貓咪 這貓咪是不是 是不是有點強阿 我的天阿 這 這貓咪好像比藍胖還強欸 哇哇哇 這邊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而且這邊的話還來了巨魔象 那巨魔象的話呢 可能就更麻煩 而且我們這邊的話 藍胖是已經被打死了 所以我覺得這貓的話呢 搞不好真的要用我們的那個 開眼系列 而且我感覺拿到開眼還不見得那麼好打喔 因為 這貓的話呢 感覺就是需要再加一點連組了 不過這邊的話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可能會沒辦法招架得住囉 好 那我們這次的話 全部開眼來打打看喔 那這貓的話比較麻煩大概就是苗咪吧 因為苗咪剛剛是沒有辦法被我們的那個 我們藍胖給打死了 所以這次的話我們用三接藍胖來打打看啦 那基本上我覺得這邊的話可能就是 還是要疊多一點的阿修羅來打看 我們那個貓咪喔 好 這邊的話三接藍胖 喔 三接藍胖的話跟我們好像剛剛是差不多 一樣就是一下把他打飛 可是還是沒辦法打死喔 這邊的話就盡量先疊多一點的 我們阿修羅來打一下我們苗咪好了 這邊三接的 我就不信打不贏你好不好 這如果再打不贏的話 那三接真的是不知道要幹嘛了 好 這邊苗咪來來來 苗咪跟我們打 這邊出多一點阿修羅好了 哇 阿修羅好像直接被打死了好多好多隻喔 哇塞 那是怎麼一回事阿 我的天阿 那看來可能是我們等級不夠喔 因為我們雖然是已經三接了 可是我們這邊等級都還是20等喔 如果是沒辦法的話 看要不要待會再把他出去升到30等來 大家看這邊苗咪可能就是 比較麻煩一個存在喔 哇塞 這苗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阿 我的天阿 喔 苗咪終於有被打到的感覺喔 快點加油加油加油 不要丟臉啦 我們不過才20等有什麼好怕的 快快快快 阿修羅 上阿 不要被苗咪抓死阿 哇感覺沒有辦法扛得住苗咪的傷害耶 我的天阿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苗咪有這麼強 太扯了吧 哇 又被苗咪抓爆 而且這邊才出三隻苗咪我就擋不住了耶 所以應該真的是要把等級拉高一點點了 太扯了吧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那費心仙親萬苦是終於用我們的軍團把我們的苗咪給打死喔 不過這邊的話其實一開始的話我是先疊了藍胖啦 那這邊的話用藍胖先解決之後呢 後面再疊多一點我們的龍騎士 才比較能夠把我們苗咪給打死 那苗咪打死之後呢就會比較好解決 因為前面那兩隻苗咪真的是比較麻煩一個存在喔 那大家的話可以先疊一下我們的藍胖 然後再用一些我們的那個 阿修羅娃又是苗咪來藏一下攻擊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覺得龍騎士感覺好像是比較穩打貓咪的喔 因為其實剛剛的話 扛出一些傷害讓他打到塔之後呢 再用龍騎士出來 是能夠順利的把苗咪給解決喔 那苗咪解決之後呢 其實巨魔箱就沒有這麼的可怕了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真的還蠻怕最後一關的啦 因為 最後一關 感覺沒有那麼簡單喔 那這關的話 目前來說的苗咪就是一個比較麻煩的存在 那大家的話一開始可以先用我們的那個 藍胖的三階進化先打一打 然後再把他 打死之後呢 就是 打他多一點血量出來之後呢 再疊多一點阿修羅娃 我們騎兵阿 或是我們龍騎士 就會比較好解決 那當然我們熱氣球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放出來 因為其實他我覺得他的生命力的話 比我們的藍胖還要頑強一點點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體力的話 可能有點不夠了 所以我們下一次的話 再來挑戰一下我們龍神級的關卡 那如果大家如果已經先挑戰完龍神級的話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分享自己的隊伍 那其實我覺得這次的活動的話 這關卡真的是有點難度喔 沒有那麼簡單 就算你把我們那個 把我們龍 成羽龍的角色 全部都三階之後 這個開演之後呢 就算滿冷喔 其實也是要有一些其他的打法 比如說加上一些聯組阿 或是施放的時機會抓好一點點 才會比較容易可以通過這關喔 那我們下一次的話再來打一下我們龍神級 我們今天就先打到這邊啦 那你對我們前面四個關卡有些問題阿 或是比較好打的方法 或是比較簡單的勾兌方法的話呢 那歡迎在以下留言分享給哲平 或是分享給其他喜歡幫助的小辣椒們喔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如果喜歡哲平頻道的話 可以按按訂閱喔 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出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我哲平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